你的东西安安比赛 我觉得在 你不在 等我最需要爱 你都不走 好像有人这样子讲 可能都很少去做比较有趣的东西 我一定要去机场街 我那里去机场街 然后一定要去我们的海边 就我们马六甲的夕阳很漂亮 最有回忆力吧 应该是我的母校 我其实以前读书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都在那边 最最回忆力 吉他是13岁 宏万开始学 那时是爸爸鼓励了 他就讲 你要不要学吉他 我讲OK 他马上就带我去报名 客人来吧 其实最爱吃的应该是鸡饭 从小就试很多 然后第二爱吃是鸭肉面 然后第三是云吞面 那大家来到哪里讲 你会很辛苦吗 每个人来我都会带他们去机场街啦 其实我就觉得那边很轻松的一个环境 我想要会飞 有时候嫌马六甲交通不好啦 想飞 说出他们有这样的东西 张慧妹 张学友 还有 王力宏 你人生中去当那里走 我觉得在游乐场跌倒吧 就很多人面前啦 那时是我们 每个要轮流去 好像要爬那个东西 那时是一个 一般学生样子啦 过后我就跌倒 我害怕 那青蛙 壁虎 还有 老鼠 你觉得说你不会喜欢 自己的营生吗 骄傲的人我不会喜欢 太过啰嗦的人我也不会喜欢 自以为是的人 不会喜欢 有什么别人不把你解释 自己的怀疑吗 我吃KFC是用茶吃的 你会选择你爱的人还是爱的人 我爱的人 我选择了我爱的人 我才开心啊 他爱我 可是我不爱他 我也不会开心 那如果有机会 你会选择传来未来的人吗 创业过去吧 还想回到一些 自己比较开心的时候 想要再去经历多一次啊 比如说跟父亲的一些时光啊 原谅我这一生 不记忽 做爱自由 那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背起了理想 谁人都可以 那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大喜山坡 就能量给你 就能量给你 感谢观看